拍视频道,拍视视频,我们所说的视频的人 一般上大多数的人会遇到这么样的一个困境 比方说,我没有体材啊,不知道要拍些什么 很多东西别人都拍过了,我在拍好像是说炒冷饭 比方说,想来想起很多题目,又想不出来 内容方面呢,改了又改了,也不太满意 那么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哪里 就是说,你本身一路来一直来,给自己不够充实 就是说,在知识方面,在文字方面,在语言方面 你的这种能力,这种力量补助,怎样呢? 比方说,现在我们有一句话,我要怎样去表白呢? 要怎样去表达呢?要怎样去说服别人呢? 那么同时,这句话,我要怎么样的去讲出来 你都有几种的方法来说,来表达,来陈述,对不对? 比如说,我要这样讲,我要那样讲,这样讲 如果你的语言能力不够 那么你要表白,你要说出来的方式 你要用的词记,各种各样的那种,我们所说的文字里面的技巧 或者说,我要中阴,要轻阴,要拉长,要什么样 那么你对这方面的认识是不够 所以你才会遇到一种困境 说,哎哟,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比如说,一个题目,你遇见一只猫,一只小花猫 或者是一只在外面流浪的猫 那么你给它一个title,一个标题,一个题目 那么这只猫要怎样讲? 你总不能说,一只猫,姐姐那只猫 或者单说,猫,就好了 可是你,如果你文字的基础够强 那么你的修养够,你很自然的在这只猫里面 你会加上一些此剂 比如说,哇,可怜的猫 或者说,无家可归的猫 或者说,这个被人遗弃的猫 或者说,这只还没有吃饱饭的猫 各方面你可以加强 或者加多,还装饰你的此兆 那么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要多多的去进修,去学习 比如说,你认为你的外文好 那么你就做你的外文方面的功课咯 如果你认为我的中文基础不够 那么你在中文方面,你真的要加强 加强,再加强 真加强呢?就是说,每天读一些词费 每天背诵一段一些文章 你认为这些文章对你有益的 或者容易伤口的 或者对你比较熟悉的 那么你讲得多,记得多 很自然的,你要陈述一点词 或者说,你要讲一个故事 你不需要去考虑,很自然你就会开始 有了起头,你就懂得怎样去收尾 对吧? 如果你一样还是像个小学生这样,才重新开始 有这个题目要怎么样呢? 我内容要怎么写呢? 之后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呢? 比方说,要找个词记 都要去找字典,或者上网找 找它的形容词,找什么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一种困境 这么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足以表现说,证明你说 你的词记方面,你的文字体验方面 你的各方面的这种,你是不够的 你是需要去加强的 对吧? 所以,只要你的文字能力够 只要你的各方面的修养 各方面的知识,得来的东西多 很自然,你要拍摄的题材 就会有很多很多,为了源源不解 比如说,本来你看到一杯茶 只是一个很清淡的一杯茶 你都会讲出一个故事 从中借题发飞 对吗? 如果你对这种文学的修养不重 很自然的,你看到一片树叶 你只会说一片树叶 你不会说,哎呦,一片孤黄的树叶 飘零的落叶 就是说一片能够带给我们秋意浓的一种东东 你不会这样说的 所以很多时候,除了懂得拍摄的技巧外 很重要的一样东西 很切发的一些东西 在大部分人来说 都很需要去增进 去追求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要加强我们的知识 我们要加强我们的文字能力 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语言上的修养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对大家说的 也是对我自己说的一番法 我每天都会去进修一点 词,我们说词汇啦 一些记者啦 或者看人家一些别人怎样去按这个题目啦 题目啦 那个体材方面的东西啦 主题方面啦 什么什么什么的东西 好,就到此为止 如果有机会 我们在下一回的视频上 我们见